为了不早睡 每到睡觉的点 我的大脑就会告诉我 通常这个时候 我都会拿起手机 开始看外卖 然后我的胃也开始咕咕叫 表示他是真的饿了 小白 你要睡了吗 我点了烧烤你吃不吃 你说你自己不睡 干嘛要祸祸想睡觉的小猫咪呢 逼着人家陪你等外卖 还没约其名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等等 啊你个鬼 你不就是不想一个人 飞在那里啥等样子 那你别来抬抬抬啊 诶哥 诶哥 有闻闻就行了啊 小猫咪吃烧烤会便秘的哦 干嘛 你也想吃吗 嗯 又辣又香的烤面筋 过你闻闻就好啊 又要改臭脸了是不是 嗯 那你还吃不吃肉肉 有句话叫 有难同单 有肉同长 小猫啦 快点 我们看这孩子 多懂事 知道打码是个大工程 所以现在来自行打码 嗯 哥哥来了 乖啦 乖啦 你要睡了吗 嗯 好 清清 你还要清一下弟弟是吗 来 这是妈宝男 再来看看爸宝男 哦 对了 小白睡前让我问大家 你们的三连流行